联署企业特离屋 18号正式进驻金门 包括副县长 还有孙衡长金湖饭店董事长 特离屋总经理等人 到场主持开幕剪彩仪式 不少民众趁着开幕有 好康折扣纷纷的大采购 一进店里民众就抢着搬货 看准商品为自己省荷包 在开幕仪式之后 接着来到申衡昌的四楼特离屋卖场 为了抢便宜 不少民众一大早就来排队 开始入场之后 不少人推着车开始疯狂抢购 许多人一到店里就抢着搬LED灯泡 还有一次都是正香正香的搬 疑问之下 原来是地区的民宿业者 休旧来扫货 我们是刚好到这边 刚好遇到在开幕 想说有多了一个大卖场很开心 就先来看看里面的产品 以后可以更加方便 因为刚好有需要 所以今天这样子刚好把它准备起来 因为你可以很随心所欲 想要找你自己想要的东西 而且它是很开放式的 价格也很透明 然后你可以很直觉的 看得到你需要的商品 因为这种是消耗品 而且这种东西不会马上就会坏 然后我们自己开民宿 灯泡藏再换 会藏坏 那你比价过了 差不多30块有吧 2030块一颗 业者表示 金门太湖店属于社区店 店内的商品大概有6000多种 基本上所有品类跟台湾本岛相同 价格也跟台湾本岛无异 如果消费者有其他购物的需求 可透过网路店买到所有商品 协助解决在地居民居家修丧问题 金门太湖店是我们的社区店 那我们在社区店 我们的商品的品项大概是6000多种 那我们的价格跟本岛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金门的这些乡亲 买的价格绝对不用担心 那当然我们另外一个当然我们会依照当地的价格 去竞争的做调整 如果当地的价格有比我们更便宜的话 我们就会做降价的动作 该连锁企业全台目前有59家分店 有27家大店 32间的社区店 对于喜欢DIY的民众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毕竟货比三家消费者才不吃亏